最近这两天狗仔又开始冲KPI了 前几日看狗仔直播 听他聊到杨子恋情 原以为是老生常谈 没想到竟然还有广大网友不知道的事 这让网友们对伴郎改观了不少 也让网友们知道了 刘学艺杨子蛋糕事件的幕后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 起初直播间有粉丝询问杨子跟肖战恋情 狗仔放在杨子上 表示两个人错过了 而后有网友询问伴郎复出的情况 狗仔明确表示伴郎不会复出了 目前跟伴郎团成员共同创业 开火锅店密室已经彻底是素人了 不过有不少粉丝依旧跟随在册 并表示伴郎很可惜 随着大家关注度越来越高 询问的细节越来越多 狗仔开始更多爆料 画重点一共两件事 第一件事 伴郎跟杨子谈过是伴郎提出的分手 原因是不想拖累杨子 杨子有挽留 而之前他们的恋情也是闹得厉害 之前的热播剧《香蜜沉沉浸如霜》 算得上是比较受欢迎的一部 作为剧里的男女主角 杨子和邓伦一直都备受关注 之前就有位网友在网上爆料 成粉丝们心中的杨子邓伦CP 其实是一对真实的CP 而关于邓伦杨子正在热恋中 在网上热传 网友们也很关心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爆料人称 这两位其实是一对真正的情侣 而不是迎评CP或者宣传期恋情 网友表示 其实《香蜜沉沉浸如霜》的片商 只是想了解杨子和邓伦这两位 在短期是否有再次合作的想法和计划 没想到片方在做调研的时候 竟然意外地发现 他们两位是真的在一起了 如果真的是这位爆料人说的这样 两位人真的在一起了 为什么不选择公开呢 对此 爆料人还在后文解释称 是因为杨子的妈妈看不上邓伦 嫌弃邓伦的咖位不如杨子 杨子目前是娱乐圈的一线明星 但是邓伦还算不上是一线明星 他出道时间并不久 2012年拍了《花飞花舞飞舞》 而进入演艺圈 那年邓伦20岁 数来他出道只有6年多时间 说起《花飞花舞飞舞》 邓伦在这部剧中还和杨子演过情侣 从剧照来看 在戏里他们也是非常欢拖的CP组合 因为这部剧 邓伦把迎评出吻献给了杨子 这点大家是不是很意外呢 两人除了秀恩爱之外 还常常在一起扮鬼脸 不得不说那时候的杨子 脸蛋肉嘟嘟的十分可爱 尤其是这副表情 基本上没人可以模仿到真谛 这部剧在2013年播出的时候 杨子还和邓伦在微博上互动 从自拍照来看 两人关系还是很好的 前后两张自拍照 邓伦给人感觉判若两人 杨子和邓伦第二次合作 是在《欢乐颂2》中 邓伦在这部剧演的 并非杨子的男朋友 而是他闺蜜冠军儿的男朋友 虽然两人在戏里没有过多的交集 但邓伦失恋后和邓伦邂逅后的那一幕 还是蛮好笑的 本以为他们会是欢喜冤家 没想到邓伦喜欢的是 冠军儿这样的乖乖女 从这三次合作来看 邓伦和杨子缘分匪浅 爆料人还表示 在之前的一次微博之夜 邓伦秀恩爱 就是为了接下来的公开做铺垫 还因为获得了跟杨子同框的机会 激动不已 但是杨子却一点不想公开恋情 全程异常的冷漠 杨子之所以不想公布他们之间的恋情 是因为杨子才跟秦俊杰分手 没有很长的时间 如果这个时候公布恋情 肯定有很多人会站出来骂 害怕起蝴蝶消音之类的 不过当日的微博之夜 还发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邓伦当时坐在了一个 三字名字的位置上 而被解读为故意贴着杨子做 但事实上谁又知道 当时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而不出意外 当这个爆料出来之后 果然邓伦与杨子的粉丝 开始战斗起来了 难道这才是爆料人的真正目的 所以对于这个爆料 感觉还是开脑洞导致 沈又巴吉的居多 看完该爆料人所谓的爆料 并且也总感觉 有些太过丰富与详细了 有些像是自己开脑洞 写的小说的样子 果然在评论区当中 立刻就有人指出 这个爆料非常像是 CP粉自己开脑洞写的小说 既狗血又雷人 而现在邓伦又因为自身原因被封杀 他们两个人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 第二件事 狗仔爆出之所以能拍到刘学义杨子喂蛋糕 是因为杨子工作人员跟狗仔爆料 他们俩关系不简单 狗仔才去拍的 而当天视频爆出也确实引起了一波热议 八卦媒体爆出的视频中 刘学义将手伸向杨子脸的部位 看起来像是在亲密喂食 然后刘学义又把该块蛋糕送回自己的嘴边 毫不避险地吃了起来 不过在该爆料媒体发出视频后的两小时之内 杨子光速发文回应 称和刘学义是十多年的好哥们 自己也没有和刘学义分食蛋糕 而是刘学义询问杨子蛋糕的味道是不是很难吃 刘学义也在随后默契回应 称没想到给自己过生日闹出那么多的事 自己并没有为杨子吃蛋糕 还幽默地说 下次买蛋糕还是得整个好吃点的 这么大点的蛋糕一口就吃下去了 对于刘学义之前去杨子家深夜未归的传闻 杨子也发出朋友的聊天记录 语意澄清 称刘学义是凌晨一点多和朋友一起离开他家 并没有在他家过夜 在澄清中 杨子还多次强调 不想给任何人增添麻烦 不想伤害到自己的朋友 希望无聊的造谣就此停止 刘学义还在杨子澄清的长文下留言 下次喝酒他还是少爸爸 杨子则十分大方地表示 他们以后还要多聚会 继续爸爸下去 有一万岁 对此 许多杨子的粉丝纷纷感到心疼 称造谣的人真是可耻 不过依然有少数网友表示质疑 认为杨子的澄清站不住脚 该段视频流出后 有网友称此次事件为胡辣汤2.0版本 据悉 此前杨子前男友秦俊杰在和杨子恋爱期间 与张雪英在剧组共喝一碗胡辣汤 此番没有边界感的举动被爆出后 被许多网友指责 向来这种疑似恋情瓜 都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只有当事人才最清楚真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杨子和刘学义的关系非常好 此前刘学义连续六年 在自己的社交动态中为杨子轻声 杨子还吐槽他 说这样的祝福他根本就看不到 还不如发个红包实在 杨子近几年似乎把重心都放在了工作上 虽然感情方面一直没什么进展 所以有什么风吹草动 就被强烈关注也是正常 而关于杨子的恋情也不止这些 前几日就有狗仔说 杨子目前不是单身状态 而是有了新恋情 他还爆料说 杨子的新男友和杨子住在同一个小区 但是余季并没有拍摄到 杨子与男友同框的合影 对于他的爆料 网友也是半信半疑 围绕这位狗仔的爆料 网友开始找符合条件的男艺人 很快将目标锁定到两人身上 一位就是已经塌房的轮 一位是曾与杨子传出绯闻的刘学义 甚至还有猜测是不是立线 然而有网友主意分析 伦目前在杭州 杨子在北京 根本就不符合狗仔的爆料 而且两人从合作完之后 并没有交集 也从未在私下拍到过 所以这个猜测基本可以过滤掉了 而刘学义和杨子住在同一个小区 之前狗仔曾拍到刘学义 曾凌晨去杨子家里 直到凌晨两点半都没有出来 后来又拍摄到杨子 参加刘学义的生日聚会 聚会上刘学义为杨子吃蛋糕 两人私下的同款也是数不胜数 甚至连日常用的碗都一样 还拔出不少情侣款的配饰 就连宠物狗 手办 秋天的落叶都一样 这太像恋人间的操作了 当时爆料的狗仔张小涵 也明确表示 爆料的内容属实 不怕被告 吃蛋糕的视频也没有任何剪辑 态度非常强硬 但对于恋情仪式 杨子与刘学义发声否认了 如今狗仔再次爆料 自然而言 刘学义就成了猜测对象 眼看着舆论再次掀起 杨子芳火速发声 表示网传信息不实 不遭遥不信遥不传遥 还将狗仔爆料的图发出来 并在图片上写了一个假字 对于杨子芳的回应 网友的态度量极化 有网友觉得杨子芳已明确否认恋情 但也有网友表示 杨子芳在玩文字游戏 质问为何不正面回应杨子是单身 还问单身二子是否烫嘴 其实如果狗仔手中有实锤 肯定第一时间曝光了 净听狗仔的一句爆料 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即便杨子真有了恋情 相信粉丝也会欣然接送 并送上祝福 大家也希望杨子能找到对的人 所以大家要理智吃瓜 而狗仔爆料这两件事 其实都是网友们之前 完全没想过 不知道的 所以刚听到还挺震惊的 感觉艺人工作人员都挺厉害的 敢在背后被刺自家艺人 但这些听到的瓜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相信和不相信 或是信80%的 因为最近一直在关注狗仔直播动态 发现狗仔跟艺人工作室工作人员 这组工作人员都有些某些联系 狗仔接分子钱 就是支付给爆料者的费用这事 也是通过狗仔直播才知道的 打为吃惊又觉得跟自己之前想象的差不多 无力不起早 社会很现实 狗仔爆料的有些点 作为参考 结合实际去看 发现都能对上 比如说艺人解约之前 经纪公司会放艺人黑料 黑料往往都是最真实的 有经纪公司为了留住艺人 会特意搜索他的黑料 作为底牌 当然能让经纪公司费劲 去这么做的都是大牌艺人 这点大家关注娱乐圈回想一下就能get了 关于吃瓜 信不信看自己 仅限于娱乐 不伤害其他人 不去当事人底下评论 娱乐圈存在就是丰富大家业余生活 带来情绪价值 不要因为任何事生气 感觉这两件事很快会上一波热搜 每次都一样 所以提前分享给大家 大家早早吃瓜 立行吃瓜就好 最后推荐杨子新剧 谈诚诚说要久久挨快上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波